那麼怕台海衝突 美國 菲律賓 澳洲 澳洲也進來了 在巴丹島 原來我們看到美國菲律賓 肩並肩對不對 澳國也進來 澳國很遠也來了 然後在巴丹島也進去 巴丹島里 高雄就200公里 非常近 而且他們演習的是什麼 就是大陸萬一 假定共軍登陸了 他們講登島 那什麼島 不就台灣嗎 他們反攻 躲倒 然後他的幽靈騎士 炮艇機 這個炮艇機 把中國的漁船給炸了 你炸個中國潛水艇 炸個中國航母 或中國的其他的艦艇 你炸個漁船 對不對 這不是很好笑嗎 他們一直說 一定中國的漁船在打仗的時候 就冒充或是遍布海上 讓你不堪其擾 就把他漁船給炸了 大陸外交部就笑了 所以你這叫做精神勝利法 你弄那個牌子怎麼炸個漁船 不是自我安慰嗎 把我們漁船炸得又怎樣 我們漁船很多 你來炸吧 另外德國所以要展現 參加印太事務的決心 德國的陸軍明年也要到日本 參加聯合訓練 都來了 我覺得這也是 很多時候就是你不來也不行 大家都來這邊就來吧 你湊個熱鬧也好 就來嘛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來人家會出你為什麼不去 如果這邊將來有利益的話 至少我也參一咖 像八國聯軍都來了 德國不排除讓護衛艦叫做 巴登富騰堡號穿越台灣海峽 這是他的外長講的 他的外長說 因為外長是綠黨 德國外長是綠黨 很反中的 說我要穿越台灣海峽 但是德國的國防部長說 我還沒決定是不是通過台灣海峽 所以顯然內閣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會去印太 我會派兩艘戰艦到印太 但是是不是去台海 還沒決定 外交部長說我們去了 要去南海 國防部說還沒決定 要去台海 國防部說還沒決定 另外德國2021年的時候 他的布蘭登堡級的巡放艦 巴伐利亞號 20年來 來第一次有的確穿越南海 進入印太 但是當時沒有穿越台海 所以德國也財經卡路 我們看一下 連續槍砲聲海面不斷漸出水花 模擬大陸漁船的目標已經不成船型 一發又一發精準打擊 是由美軍新一代幽靈騎士 AC-13-J空中砲艇機 從空中操刀 這是美飛肩並肩軍演 4月底集成模擬大陸船的畫面 首次曝光 擺明美飛 就是劍指中國大陸 而就在台海和南海緊張之際 根據德軍官方消息 德軍補給艦巴蘭克福號 從北部威廉港出發 另一艘巡防艦巴登福騰堡號 則從西班牙羅塔海軍基地出發 兩艦再會合前往印太地區 德國國防部長在威廉港海軍基地的 是一個滿突破性的作為 因為過去確實在歐盟國家來說 是很少數來穿越台湾海峽的 包括去年法國大概是首次 所以德國這一次在考慮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政府內部的一些掙扎所在 包括你可以看到 德國他們有公佈 這一次他們這艘軍艦的航線圖 這個路線圖 結果他各種地方都去了 但是有關從南海到日本這一戰 因為有可能是穿越到台海的部分 他是沒有寫 他沒有畫的 就是直接用跳點的方式去敘述 所以可以看得見 德國在這個部分 大概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但是不可否認是什麼 德國這一次派遣軍艦來到印太 甚至於參與美國所主導的 一些相關演習 這個在德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突破性的作用 因為德國過去是 不希望參與各種各類的 一些軍事演習 甚至於很避免就是說 被捲入到其他區域的 一些戰爭或者情勢之內 所以德國最終做出的決定 我覺得中國會觀察 台灣也會觀察 對區域是有影響的 這段空白 他說我那時候飛起來了 船船 就這樣 這看起來有一點像歐洲的 新八國聯軍 大家在看在美國所主導的 美中大戰 如果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瓜分中國的話 大家想要分一杯羹 所以現在反正就是先參一腳 以後才有發言權 但是整個的情勢看起來 就是整個全球的情勢 美國在求戰 美國要求戰包括烏克蘭 以色列 包括現在在東亞這些 亞洲這些國家都怕中國崛起 但是歐洲的這些不怕中國 所以中國有機會 所以為什麼他要再加強 歐洲的這一些 來跟美國的冷戰抗衡 所以基本上來講 中國現在還不足以 因為整個在美國的冷戰之下 唯獨中國 中國沒有實力一戰 所以應該他不會積極的求戰 但是長期的發展 中國會興起 這個是變成 這個是台灣的角色 台灣要看清楚這樣一個局面 台灣人拖就要拖 不要再捲入在這樣一場 美國所主導的這一場 可能興起的一場災難 教委 我在想說這一次他們 美飛建兵間跟澳洲 這樣子的一個軍演的時候 我覺得德國這角色 確實是很特殊的 因為在二戰之後 德國本來對於整個國際相關的 跟軍事有關的參與 其實本來就是相對保留 他這一次來 雖然說他們的外交部跟國防部 看法其實不一致 可是大家也都在關切 他到底會不會穿過台灣海峽 我們肯定也是非常的關切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比方說剛剛很多人都提到說 可能是個新八國聯軍這個狀態 我就稍微提一下 這一次習近平到歐洲去的時候 他特別在薩爾維亞這邊的時候 他特別去強調25年前的 美國炸南斯拉夫大使館這件事情的時候 25年前 當時坦白說 中國是把它吞下去了 然後後來其實是 美國就賠償了他們傷亡者450萬美元 然後賠償中共2800萬美元 用賠錢的方式了事 可是也引起了 就是在北京這邊的時候 大陸非常強烈的一個反美示威活動 然後也把人家大使館搞到亂七八糟 後來賠了快300萬美元 對 中國也賠美國 對 中國也賠了美國300萬 可是那個事情當中的時候 他是用賠錢的方式了事 可是這一次習近平去 就是 就是薩爾維亞那邊的時候 他特別強調一個點說 這個事情絕對不能夠再讓它發生 就有人就說 習近平可能也這個機會 在跟美國叫板 就表示說 事實上25年前的中國 跟現在的中國 其實已經大不相同了 所以中國現在他們可能 會更有底氣的 其實對於美國接下來 可能會產生的各種的壓力 他們也許會有更有抵抗的權力 就像這一次 其實法國也希望透過 中國這邊的時候 然後去影響烏爾戰爭 跟後續的一個走向 那接下來其實普丁 他要去北京這邊 去訪問的時候 我覺得也都是我們 很值得去觀察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一次 肩並肩這個事情當中的時候 我覺得要特別講一個點就是 他們其實在巴丹島 離台灣非常近 才100多公里 而且其實台灣是有 包機直接飛巴丹島的 那這個點我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立法院裡面 其實本來只要到 太平島去這件事情 我們原本是預計5月16號 那現在因為5月17號 有重要的表決事情 我們現在可能會把它 延到5月18號去 剛剛趙哥提到一個點就是說 現在大家都想要到這邊來 表示一個參與 至少刷一個存在感 包括德國去做這樣一個 大規模的軍事動作的時候 那台灣在這個南海相關議題當中的時候 難道我們就自身事外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國民黨這邊是一直希望 蔡英文在下任前能夠到太平島去 除了宣示本來太平島就是我們 主權所及的範圍當中 我們對於南海這邊的一個影響力 也不能夠變成一個outsider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其實我們認為 其實蔡英文如果在520前 來不及去的時候 我們也主張 賴清德就職之後 應該用最快的速度 到太平島去走一次 因為我們今年3月份的時候 太平島的港口才整修過 好好的才整修過一個新的碼頭 我覺得我們有這麼強大的一個 主權的一個意義 在太平島的時候 怎麼能夠就當作沒有這一回事 這很重要的一個點 花了十幾億 對個人來講 我常常覺得說 你們都在搶 算是我不搶 對國家是很強 你們都搶 我也要下去搶 我不曉得就沒有了 國家利益就沒有了 就變成這樣子吧